香港家书 项目经理老陈 现在社会进入5G和工业4.0的年代 建筑业应该利用科技来管理工业安全 更加可以增加生产效率 和提升行业的社会形象 刚刚房屋局局长何永远 在出席建造业议会的建筑机械人工作坊的时候 他说 建筑机械人比我们前线的工友有幸福感 地盘工作将要撕掉三个D 就是dirty、骚躁、dangerous、危险、doubt、沉门这个标签 老陈,你一定会说科技是很好 例如政府现在大力推动BIM建筑信息模拟技术 和MIC组装合成建筑法 施工操作都改变了不少 但是工业安全管理应该怎么去改善呢 怎样才可以突破樽颈位呢 有很多的意外都是涉及不同程度的人为失误 所以发展局在2020年起推动4S安全自卫工地系统 在超过3000万元的公务工程全面执行 建筑业议会获得注资22亿元 去营运CITF建筑业创新及科技基金 去鼓励建筑业界广泛采用创新建筑方法和科技 在安全管理方面 每家合资格的公司可以申请上限750万的资助 用来推行4S安全自卫工地系统 当中有10个主要针对安全管理和监控的类别 成建商可以因应个别工程的性质 选择合适的科技产品或者技术 包括有 1.中央管理平台 2.数码化追踪系统 工地机械、电动工具、梯架 3.数码化工作许可证系统 高风险工作 4.危险区域进出管制、电子锁系统 5.移动设备操作区域的不安全行为 危险情况警报 6.天庆吊运区的不安全行为 危险情况警报 7.前线工人智能监控设备 8.人工智能安全监察系统 9.密闭空间监控系统 10.虚拟实境安全培训 你的工程路友何签名 2023年10月28日 10.灭空间地有限 2024年10月10日 2024日 2024年10月21日 20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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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4日 2024日